大家好,我们是以电想电共享经济资行销策略探讨 以电电珠推广企划为例 以下是我们的大纲,请大家参阅 主题简介,电电珠是个家电共享平台 将小家庭闲置电器予以最大化 随着创立时间较晚以及冲动消费之下 使得家电取得方式不以租借为主而是直接购买 最终造成了电子垃圾或闲置问题 就此我们利用了SWAT4P分析问卷调查 找出个案面临问题并制定策略 动机是我们于家中发现不少闲置电器 十分赞赏电电珠以珠代买的模式 但平台目前仍未普及 故我们透过平台创立起源以及经营理念 并透过共享经济相关研究与分析 为此一平台制定一系列推广企划 以下是我们的研究流程图 请大家参阅 本专题于SDG18 让数位科技为人类和地球服务做结合 团队搜集了200多份问卷 目的是为了了解民众对家电共享的接受度 在调查分析中本组发现超过半数的家庭都有长期闲置电器的困扰 不过有近六成的民众表示愿意成为平台使用者 这说明民众倾向获取物品使用权 本组也调查出民众闲置电器的理由 通常是因为成品止于特定时日派上用场 此外多数人没有家电共享概念 通常将用不到的电器送送他人 这代表民众需要更加多元的管道来认识电电珠 我们根据SWAT分析得知电电珠 起初发展基础稳健 但无奈民众对于电电珠较为陌生 我们因此也将我们的SWAT分析做成了矩阵的图形 简单分析出电电珠可以采取WO的扭转型策略 可以增加于网红还有网络作家的实际合作 接着我们利用STP的行销工具 大致上了解电电珠在目标市场的受众群为 求学中的学生 还有出差的上班族及中坛阶级的家庭 另外我们也运用4P的工具拟定行销组合 像是电电珠可以针对青少年族群提供价格的弹性 在政府推同资源再利用的情况下 有许多共享平台也日渐的兴起 电电珠除了广告的投放之外 同时也可以给予消费者创意及永续的平台认知 网站架设的目的是希望大众阅览并喜欢玩此网站后 可以更加了解电电珠这项租借平台 本组也参考电电珠平台网站上的logo 去做设计延伸 运用防止、闪电、电面等元素 以视觉化的方式结合主题 设计出标志与标准制 透过吉祥物的创作延伸出贴纸、压克力吊饰等产出周边 目的是要传达家电珠界的趣味意向 三则页是为了方便大家更快速的了解 并推广本组的专题产出成果 在宣传影片中 本组成员有实际透过在电电珠平台租借电器 并记录与出租方联络的画面 而APP中包含的内容有平台租借流程说明 以及具有趣味性的游戏 电器找不同 目的是要让更多人知道电电珠是一个怎样的平台 以及介绍如何租借 在上述分析与研究的出结论 电电珠为首创家电资源共享平台 运用数位化网络平台提供出租借存放服务 解决传统租资源会面临的时间因素与地理限制 提高租借服务效率 本组建议利用人手一击的时代 架设电电珠专属APP同时能试过不同科学 根据电电珠数位运行核心 运用本组拟定的策略 融合数位行销工具 增加大众知名度 并解决宣传成效不佳 最后与永续目标结合 落实企业社会责任 以上是以电强电的报告 谢谢大家